消息是肖敬腾被迫会晤案 而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礼拜五晚上负责把风的曾姓男子 骑机车的曾姓男子 还有这位关系人到案之后 礼拜六晚间 包括了迫会晤的肖姓嫌犯 还有有黑道背景的曾姓男子 都主动到北市行大来说明 最后被转送南港分局 乐业征讯当中 凌晨三点多是结束了讯问 肖姓男子表示说 就是因为看肖敬腾不顺眼 才会指使向他来颇会晤 不过警方对他说法 持保留态度 要追查幕后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主持者 简明男子结束四小时征讯 从警局中快步走出 跳上计程车直接离去 走在后头穿黑衣的肖姓男子 负责动手对肖敬腾颇洒会晤 另一名走在前方 是具有黑道背景的掌姓男子 说好小智负责先督 他向警方表示 因为看不惯肖敬腾 才唆使犯案 但对于他的公词 警方只保留态度 星期六晚间 两人主动到北市刑大投案 说明 所有被转送 南港分局漏页征讯 四小时后结束讯问 两人被依恐吓 公然侮辱 以及伤害罪嫌 汗送法办 前一晚案件中 负责把握的 曾经男子和 肖敬前半的友人蔡先生 就已经到派出所 制作笔录 警方似乎已经掌握了 相关线索 整形案件 分工细腻 警方透露28岁的 张姓嫌犯 跟27岁的曾经嫌犯 负责找人动手 并且到场监督 另一名22岁的 陈姓嫌犯 就是骑车 在肖敬嫌犯的男子 肖敬嫌犯当天就躲 在肖敬腾住家 对面 手里拿的这杯会晤呢 经过警方采验 结果发现 里头是猫的排泄物 原因是因为 肖敬腾是爱猫人士 两人骑车 对肖敬腾的保姆车 颇洒会晤 另一组人 曾姓嫌犯 和有黑道背景的 张姓男子 则开车在旁监督 除了这四个人 警方不排除 还有幕后藏进人买凶 委托角头 拿五万块 教唆犯案 曝光的四名嫌犯 一序落网 但事件真相 似乎还有很多意点 需要调及攻击 记者许志明 刘世伟 介绍怎样 SG小组 还被裁讨 视频道